11日 首尔大学政治外交学部教授康元泽 在韩国外媒记者会上表示 本次韩国总统选举的关键词为政权交替 另外 韩国民众对于拥有核武器的朝鲜 整体态度也发生巨大变化 第二十届总统选举已经尘埃落定 六十亿岁的尹熙悦是韩国实行民主直选以来 首位没有国会议政经历的总统 仅从政八个月就入主青瓦台 在本次大选中 以0.73个百分点的微弱优势 赢得对手李在明 是1987年总统直选至实施以来的最小值 一直以来 韩国遵循经济靠中国 安保靠美国队原则进行外交 导致韩国政府和企业 在对制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事件上犹豫不决 尹熙悦当选总统的当天 强调了加强韩美同盟的外交政治路线 外交的变化 康元泽教授还表示 因为尹熙悦是政治素人 今后如何在在野的民主党独展172个席位 嘲笑野大的格局下展开国政 同样需要关注 请他挤着鸡眼 韩国采放不到